老猪说这款Max是这个4G网络的,坑爹的是他似乎忘记寄给我了 没关系啊,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6800U在魔兽世界下各档位的表现 这个芯片加核心组合在5W甚至都可以玩啊,开800P的话一档是可以玩的 然后28W的话甚至可以跑到140几帧啊,相当变态 之前是拿513测过,虽然有滑开键盘,但是没有物理键盘的话玩这个魔兽世界真是不得劲啊 组合按键切换起来还是相当的麻烦,至少我是不会设置啊 测试地点我选在了这个主持人的交易所,因为我不会打这个副本啊 选这个交易所就是人可以流动多一点,稍微真实一点这个人数 这边120P应该是不成问题啊,10档画质是完全可以玩的状态 但我推荐还是5档嘛,网游的话我觉得有个5档到7档画质就够了啊 没必要开10档,浪费性能也浪费续航 毕竟要考虑移动性啊,这个掌机的特色就是带这个4G网卡出去能玩这个魔兽世界了 打起来应该是毫无问题啊 这个二合一吧,如果你不想用这个摇杆,拿这个金属盖板盖上也可以啊 直接拿这个键盘加鼠板也是可以玩的 近期会更新更多的Maxer玩网游视频啊 也可以加薪讨论,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打 replace这 dissect 判断 小精orman 稍你 或切 明 Ans 好了 观众 Hunter 撥 高竣 空 了 靠 坷 儿 Scandin